大家好,我现在山西新州 今天正好有时间,我们就来聊一下 就是我有矫气,但是我一直在用一款药 这款药用了有20周年了 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神奇的药呢 今天带朋友们来认识一下 说到我的这个矫气的话 我是差不多18岁吧,17,18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在上海 在上海然后当时那年夏天我记得还穿皮鞋了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穿皮鞋嘛 小伙子对吧 穿个皮鞋,穿个西装 不要太帅啊,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干嘛呢 在跑推销,推销员嘛 你推销员你就要穿个衬衫 对不对,然后打个领带 然后穿个皮鞋嘛 这是标配啊,对不对 不然你推销员的话 你不能穿个拖鞋啊 你穿个运动鞋,那显得不专业嘛 是不是 所以说那个时候在上海呢 就喜欢穿皮鞋 结果那年夏天一捂呢 就把脚给捂坏了 脚就痒 痒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差不多 我都恨不得用刀把脚指头给它剁了 都没有用 哎呀,起痒无比 然后我各个时候用牙膏没有用 用那个什么花椒泡没用 用盐泡没用 各种各样我尝试了很多遍 反正没有什么要用用的 根本就没有 我就想用刀把那个脚指头给它剁了 知道吧 然后就那个时候 有一年我就是回老家 差不多就18岁的时候回老家 插秧 我们老家不是收割刀子 然后再插秧吗 插秧呢 我就在田里面就跟我二姐在聊天 就聊到这个事了 我二姐就给我推荐了一款神奇的药 哎呀 然后那个药当时应该还是18块钱 20 20多年前了是吧 今年是18 21年前差不多 所以说那个当时18 所以说相当于现在 差不多180的价格 但是现在价格也要四五十七八十了 然后我就跟二姐说 我那药到底有没有用 你别骗我是吧 他说这个肯定有用 你相信我 你去买 你只要到药店去找这个药 肯定有用 然后就听了他的话 我就去买了那个药 买了那个药的话呢 就是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用 用到现在20多年了 这 呃 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换过其他的药 什么维达林啊 什么阻光散啊 通通都没有用 不行 只有那个药 你就是找不到 那个药店就得买 你看我这次是从 我从哪里 从呼和浩特就想买 就一直没找到这个药 然后在张家口没买到 大同没买到 一直到了新州这边来 我问了几家药店 终于买到了 像我们带朋友们来认识一下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药 这么厉害 就是他 珊瑚险境 21年前 他就叫这个名字 颜色和包装啊 外观啊 我发现好像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药的生产地址是在贵州省龙里县古脚镇 将来我到了那个龙里县 我一定要找到这家药厂 怎么样 也要到门口去拍个照 打个卡 真的 只有他有用 其他的药都不行啊 差不多用一次的话 早期是用水泡 后来我长期在外面旅游 就不用水泡了 就怎么办呢 就用这个小毛笔 就直接把它蘸湿了以后 在脚丫子上刷 然后就这样刷个三到五天 差不多一次可以管三个月到六个月 就是一年差不多 刷个三次左右 就差不多了 当年是18块钱一瓶 现在的价格是39 42 甚至是45 48一瓶 就是不同的药店价格不一样 甚至有的药店是捆绑销售 必须要买脸瓶 脸瓶在一起要卖70多块钱 所以说 现在价格肯定跟当年比的话 要贵很多了 这只毛笔的话 跟了我 我从出来的时候 在无锡就带它出来了 在无锡的时候 我就用它了 至少这个毛笔 我至少用了有十年了 就这只小毛笔 真的 我还是当年在无锡的 那个新华书店买的 十年以上 就这只毛笔 跟了我至少十年 然后这就是那个瓶子 这个口 它是 应该是被我不小心给摔碎了 这个不影响的 一次性的话 刷个三到五天 能管三到六个月 所以说这个药的作用 还是非常好的 早期二十多年前买的时候 它的包装盒里面 是有那个 什么 那个叫什么棉花 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现在的话 就是很简单的包装 但是整体颜色 药效的效果 还是那么有用 真的 用一次能管三到六个月 所以说 我是非常感谢 这个贵州的 这个神奇珊瑚险金 真的 其他的都没有用 将来我到了贵州的那个龙里县 五角镇 我一定要到门口 到这个厂家门口 去拍个照打个卡 非常好用 就这款药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